他们讲的是有一群爱国阵线的成员 他们因为公开反对军事独裁者 皮诺契特 所以通通都被抓起来了 他们觉得人生不能就在这里被毁了 而且他们并没有犯错 是为了言论自由而被抓的 所以开始挖一条70米的地道 叫逃亡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紧张的精彩画面 同时也会看到对于政治 然后对于人性 对于理想 还有他们的生活非常细腻的一个片刻 对于政府参与政府参与政府参与党 你把人逃跑了 你多人要去逃跑 我们120朋友 别忘了 我们很多 你会选择 你怕什么